那最後一節也要講講恆大和豪賭股 因為上個星期你們也有講恆大的 但是日日恆大的消息都真的 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我都未必知道債券 債券雷總你會比較熟悉一點 我就很少碰債券的投資 但是停牌或者轉過交易模式等等 都大開眼界 企業重組當然也有些經驗 但是破產也有些經驗 但是問題衍生這麼大 都真的非常誇張 我覺得恆大這件事已經有趣 確實將來會做很多參考的 一個藍本 因為實際太多的第一次了 我之前說恆大之前就要declare一下 那就是我又short到恆大的 那所以呢 厲害吧 如果很難short 沒有股票給你short 沒有人肯拿股票出來給你short 就是很難找到 然後因為我一直都不喜歡short sale 因為你輸的機會是無限的 因為可以夾 還有恆大有試過夾空倉 但是去到現在這樣的田地 就是再有沒有一個宇宙的能力 有人可以Elon Musk加Apple加Microsoft 我想全部一起救才可以救得完 就是整個恆大債務的問題 所以那我當然不要帶著 我也是大大聲小小的主意 但是我看見他真的每天的成交還很大 還在向下滑下去 那我覺得好像有些空間 那就是當有些少少孝眼界去做 rather than一個很sophisticated的投資 那所以我講的恆大內容 那大家真的要take一些precautions 那OK 那我看了BBC的一個報導 就說恆大危機背後可能會忽略的四條問題 那我這些新聞 我想大家就是在WhatsApp、WeChat Group 都不斷看到 由供到恆大的總部 然後又要抗議 有些要死 有些又要跳樓 又撐低等等等等 就是聽到這些聲音 就是都覺得很慘 那有幾樣東西 那恆大其實不只是做地產的 那原來他也是有做一些財富的 就是做一些財富的products 那之前雷總也有說過 其實在國內都很流行這些理財產品 那時P2P很流行的時候 那時更加大了 因為集資去借錢出去 那就是利大就本無歸 那就是貪多了一點點的利息 那就是借了結構錢出去 那最後就不知道怎樣借出去 然後就還不到 那就是 喂 少少少糾正 不是說貪那些少息 是不少息的 OK 有部分的這些產品 是說的是年息是13厘 13厘絕對不是貪少少息的 那就是因為之後你會看到那些顏色 還要更加高 那所以我暫時說 就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如果大家好息的話 就是絕對可以投資的那些產品 就是傳給你 那大家也知道我說什麼 那就是那時P2P比較熱一點 那所以就是 都做了一些 就是投資的產品 那所以雖然它那個平衡的話 恆大那個終極報告就說 負債總負債都差不多去到2萬億 2萬億這些數字 就是我都覺得 就是不是在我那個心算裡面可以 就是反映得到的數字 那所以他覺得恆大這些理財產品 因為主要就是共上去追兩三樣東西的 就是第一個就是追回恆大理財產品 投資了之後想拿回錢 第二類呢 應該比較多些就是就是 買了樓可能預付樓花 那就是怕是難尾所以收不到 第三應該像是一些 就是它的供應員的 那些人工 就是幫了它做事之後 就沒有輪出 或者沒有一些供應員的付款 那所以第一那個理財產品 其實對於它負債而言 就是只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那恆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基本上它是 我想其實我們做過節目十幾年 那一直都前幾年 我們有說過一些說 喂 爺爺會包底的 喂 沒事的頭吧 最後那時候我們都這樣想 就是有一些 其實年初 今年年初 或者上年年底 其實我們都開始 就是預先說 喂 不要以為國企的東西 就一定會沒事 爺爺一定包底 尤其是習大大 就對這些很認真的 就是不會再做一些 這樣的教壞市場的一個行為 所以即使譬如清華紫光 好嗎 正大等等 之前我們都說過 它的債券都是 Default了 那這些身份都是 就是有國企的背景 那他們都會Default 怎麼恆大作為一家民企 它有些產品 或者一些債券是不會Default呢 這個真的 千萬不要覺得 爺爺一定會包底 但是恆大始終 喂 由中國第一 就是一個開發商 這個真的不是流的 你想想 經歷了這麼多次 不同的領導人 那又不斷地放水 最後就是 似乎關關難過 最後都過到 但是這關呢 我想都相當難 那最後就是 第三就是 中國政府會不會出手呢 那我剛才都有 我估計 我不知道雷種怎麼看 那K.O.怎麼看 但是 出手的機會 我覺得都是相當小的 就是 出手 就是 我想那時候我們 就是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都有說 希臘那個債券 就是 跌到是不是 就是 曾經是不是都去過七八十厘 那個十年債 有沒有 又說幾十厘 幾十厘有 那時候也做了一個 剪刀的方案 是不是剪刀了大約三四成 最少 那麼 就是 但是一個國家 你 很難是 Default的嘛 就是 就是 technically 那個 那個債券 你不還錢 或者不找一些利息 你就已經是落入了一個 technically Default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國家是沒得倒閉的嘛 就是 它可能似乎是 就是 換 就是跟你做 haircut 一些債務重組的嘛 國家不會倒閉 但是企業是會倒閉的哦 它真的會倒閉了 如果令到你可以一猴子都沒有 它沒有必要 一定是跟你談得正確一個 haircut的方案都有機會 而這次的問題 剛才都說 中部 Interm Report 是兩萬億負債 還要你猜 這條數都一定是 微如實反映了的啦 實有些是 放進去的影子銀行 off balance sheet的一些 就是arrangement 一定是兩萬多億這樣的數字 那所以 我又覺得 就是中國是不是 就是 阿爺會救的 那但是恆大會不會成為雷曼兄弟呢 我自己覺得不會的 因為呢 就是 當於恆大是有些債券是 就是 美金計價是境外 但是絕大部分都就是 就是欠人的數字等等 都是在國內裡面去發生 那 那時候我記得 就是幾年前 那大家都是很流行說 哇 某富豪的老婆 那就是 好像說 食息食 這個恆大的利息呢 都是不是說 益益盛啊 就是 哇 很棒啊 在private bank裡面 做過 就是 做過借貸 你這些super bullet 那些是不是去到 阿雷總你的credit是不是0.1厘借 借這些錢給你 0.1厘 跟著你恆大的credit成十幾 十三 減0.1 唉 這0.1也不知道減不減就好了 少少收續費算了 那你都吃完13厘的spread 再乘回你的本金 哇 你都真的很和味 就是 真的不用做 這樣硬硬腳就ok了 那時候 就是有些人都笑了 我說 喂 為什麼不在high yield bond啊 Eddie這樣賺這麼多 那我就說 喂 很危險啊 沒事的 你看每次跌了下去 海嘯又跌過 去年這個 這個疫情又跌過 又是 跌過下去 多幾70元 又是升回 八十幾九元 到一把 還要有些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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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資 就是 就是一個 premium的 一個 高利益 不用怕的 沒事的 恆大 是ok的 但是我真的 這些錢 我真的不懂得賺 大哥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就是 你 為了這些息 但那個本金沒有了 這樣真的很難搞的 就是 你平安早點 那時候買 聽不到 K.O. 說一次 我說賺了賺了 就一窩過 吐出來 吐不吐出來 是啊 大哥 你吃過一次 你當然想繼續 rover 是不是 那你很難 就是吃了 就是等著賭錢而已 你賭了一鋪 很難再不買 第二鋪 所以 就是 似乎雷馬兄弟 那個問題是 第一 去家銀行 他跟不同的企業 還有 那時候的 AIG 是很多不同的 就是 CDS的 一些對倉的行為 那那些真的 很大機會是 做過火燒連環傳 但如果在大陸裡面 AIG不夠而已 但他可能都會是銀行 國有的銀行 可能會幫了一些等等 我不覺得會牽涉到 去到一個 國際級的一個 金融風暴 我不覺得 他不夠 他不夠 恆大而已 但是他 不能不夠 國有的銀行 就是他 他雖然是負債兩萬億而已 但是他也有資產的 雖然 支就一定是不抵債的 但是 那你 就是你 賣光了整個 賣光了 就是清盤的話 那 怎麼都還得到那些銀行 那我再說一些 先給雷總的評論 那接著 債券我就真的不熟了 那他說 恆大所有的境內存軸 債券今天停牌 明日復牌 變更交易方式 民行曾經跌半成 那原來呢 就是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他會改變了一個 trade的方式 就是 那 我也覺得國內的評級機構 其實真的很好 因為我看回目的 好像都撕柴撕到屍屍 那下一級就屍屍 那接著就 忠誠信 國際 之前就把AA 就是恆大的信用評級 AA 都說到A而已 其實真的 不錯啊 這個評級 就是 一買就賺了這麼多 我覺得 真的可以買一些 雷總是吧 就是你 你喜歡貪便宜的 這個夠不夠便宜 啊 這麼夠 這麼夠便宜 那所以就是 可以這樣 就是改換那個 突然停牌 跟著就說 去改變交易方式 債券其實是怎樣 trade的呢 就是跟股票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想國內的債券 可能都是類似 就是外國的債券 其實都是OTC的 就是你沒有一個 所謂叫做 exchange 去做一個 交收這樣 那他怎樣 他會改成怎樣的話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這些細節 不過呢 就是剛才我 剛才有時候說的 就是恆大呢 我想當時會是做一個 一個study的case 一個case study 因為他真的 很多個第一都是由他開始 老實說是 就是 他當然是其中一間 就是中國最大的 地產開發商 但是我想就是 譬如說 首先你剛才說到那些 就是付的債務 其實付的債務來說的話 你也都說到就是很多一些 證券發行的證券 就是那個金額其實都很大 但是其實看回報道來說的話 在很多恆大自己的一些地方的公司來說的話 很多員工呢 就是最大的買這些證券的就是自己員工 所以剛才你一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暈了在地上 那些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員工 是同事 其實這樣上就是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就是 還有就是 聽說是很多員工呢 是要借錢去買下去 因為我不知道是 他們自己是真的覺得 說他的公司是很正的 OK 所以是不會倒的 還是因為就是上面有壓力 還是怎麼樣的情況 你知道中國有很多這樣的東西的 交不到數字最多就是辭職 不會自己去貼錢買一份保險去 那可能真心地相信這個 就是阿許先生是搞得怎麼樣這樣 另外剛才就是講到 就是恆大來說的話 其實都挺有趣 因為如果看回今年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黨的日子來說的話 其實就在這個 北京城樓上面來說的話 就是閱兵這樣 其實那時候也有些人就說 不知道這次恆大的 許先生會不會在上面 有被邀請出席 那因為如果有出席的話 其實都是顯示就是 國家都是比較重視的 會看著的人 或者企業這樣 那其實今年見到他 所以大家其實都有一點放心 起碼就是在中央領導人來說的話 似乎都仍然認識這個人 都給他佔在城樓上面 佔了席位 但是誰知道原來不是的 原來非必然的 所以我想這是另外一個第一 另外來講的就是 拒發的債券來講的話 就是有機會是成為一個 最大規模的一個 和髮剪 因為其實現在的人都 都預計 都肯定是要接受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髮剪 但是髮剪到底是會大成怎樣的話 這個也都會是 肯定是成為日後一個 一個case study 另外來講的就是 中央也都很少可會 出到聲就說 跟銀行講的話 接下來這間公司 就不會還息子的 現在不是說債不還息 是借了的錢 是不還息的 中央出聲 代他出聲跟銀行講 你不用想著 下個星期會收到利息 因為他們是不會給的 這個當然也都令到大家 對於這個中國國內的 銀行來講的話 就再要多一點考慮 因為原來 以前就是 各家銀行就好像 有阿爺撐住這樣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阿爺其實的撐住 是可以兩邊的 不只是撐住你的 也可以是要你幫忙撐住這些東西的 就是這個這樣的 就是為國家為人民 為經濟服務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新鮮事物 老實講是 所以很多的環節來講的話 都是一個 就是會是一個很興奮的一個 例子研究 反而我覺得 剛才最後說到 會不會是一個雷曼兄弟翻版 其實 我也傾向同意 我覺得 因為雷曼的事件 其實就真的 不僅是對美國 金融市場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是對全球的金融市場 甚至乎是對全球的銀行 體系 OK 都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起碼在恒大來講的話 應該就沒有去到這樣的地步 在國內來講的話 它的影響會比較深遠 但是在國際的層面上來講的話 就遠遠是 沒有雷曼兄弟 一個這麼複雜的網絡 那個影響 無縣佛界 就絕對是未有的 還有我都仍然覺得 雖然習總就是想要好好的整頓一下 對一些個別的一些 覺得自己很大支野的企業 就每次都想著 阿爺會出手支持的 都是想給一些教訓 但是我想在現階段來講的話 也都未必是可以容許他 切手不理的 因為那個影響所及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會看著就是 恒大會不會 就是那個情況 會是在別的 比如說房地產的公司出現 因為就是恒大的負債 當然很厲害 但是其實在國內來講的話 仍然有不少的房地產的開發商 那個負債都仍然是都很厲害的 就是近這兩天來講 比如說另外一間 就是很大的開發商 其實那個股價都明顯地跌得比較急些 那就是阿爺是否可以容許 或者能夠容忍出現這麼大的暖局呢 那我覺得都可能是未必 特別再加上就是說明年 就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 這個五中全會 將會是 就是阿習總就可能會是 我準備第三次的臨床 那就是如果現在搞壇 就是大大禍的出來的話 那其實可能都會有些影響 就是是不是可以 就是這個這麼大的風險呢 那這樣 或者未必是時候 那恆大的債券呢 在德國Franford的 Trading呢 那升了很多 升了30% 那Lasel是正的 喂 雷總 我剛才說13% 你知道為什麼說濕濕稅 這個Yield是865L 這些才是Lasel來的 是不是呢 你小心一點點 就是一個零頭這樣去買 就是不行啊 就是如果還可以還款 然後吃你865L 是不是正 那剩下其實三分鐘左右 那就是都 就是恆大大約講過了 那但是都想就是 其實本上是想說賭股 不過就是 那不如說說地產股 那就是SOHO中國呢 本身是Blackstone 是有機會是就是 講說其實已經簽了一些 就是臨時的合約 是會收購SOHO中國的 那但是 就是當然啦 就是現在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那麼 那就是Blackstone 還有日日 索羅斯不是在Wall Street Journal 出文 就是FT.com又說你Blackstone 是錯的 那樣 就是我想幾個範疇 第一單交易就是 Blackstone是會全購 SOHO中國 那但是現在也是取消了一單交易 第二個我想他應該是說 就是Blackstone之前沒有這些資 會投資 就是中國那邊 那就是他都嘗試用 他的影響力說 就是投資中國的風險有幾大 那我不知道這單Blackstone的交易 取消了會不會是關於 就是索羅斯那篇文章 但是索羅斯他不是說 應該是Blackrock 不是Blackstone 是啊 他是說Blackrock不是Blackstone 是 不好意思 那就是 不好意思 那跟著都應該有一點點 怎麼說 有些是indication 就是叫做警戒 就是中國的 美國的投資者 就是不要忽視了美國 就是 說錯了 中國那個 就是投資風險 那就是 那我看看 就是美國 就是 U.S. Open的時候 咦? Soho China的老闆 潘石 在美國 為什麼他撩了出去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 我去這邊 因為剩下半分鐘 那我這邊其實都有看 就是美網 因為那個時間比較適合一些 就是在我這個英國時間晚上 就看到美網 藍丹的賽事 那 哇 其實 我其實很少看 就是 你也知道 我不是就是 網球的一個粉絲 但是就是 都 都幾一面倒 因為之前以為迪祖高域 是會有機會拿到 就是個champion 但是 就是另一位俄羅斯選手 這個是不是 Mafidev 那就是他 他的開球真的很厲害 我不知道迪祖高域是之前受傷還是怎樣 就是 很多球AC球是接不到了 那就是非常誇張 而這次呢 就是英國也是很瘋狂 包括U.S. Open 因為 相隔有沒有三四十年 是第一位就是英國 可能不像 可能好像好像六十年了 那就是誇張 那麼第一位英國的女球手 是拿到這個大滿貫的賽事的資格 那就是瘋了 就是 整班人也覺得 哇很厲害 很厲害 就是英國是起頭來 那但是 為什麼潘先生 潘太是可以出到去國家的呢 就是為什麼 怎麼走得到 就是不用回去 就是蘇豪、中國去 去處理一些事情 就是覺得有點奇怪 那我不夠時間說 就是一些 就是澳門的消息了 但是澳門 就是 那情況都不容樂觀 還有 我也不太明白 就是我再看一看 就是澳門裡面的酒店 就是 就是 你憑什麼 還是收到別人二千多元一萬 J.W.Mario 就是 人都沒有 就是去過去 香港又過不了 本土人 就是 這間呢 Morpheus 就是 叫做 這間是澳門裡面 叫做最高級的酒店之一 因為是應該 用了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一個 一個建築師 Safir Hadid 去設計這個酒店 3500元一萬 大哥 每次都沒有多隻 我真的 你輸得很糟糕 就是 我想不知道你怎麼搞 就是 再加上 如果賭場是 就是 不再 就是 未知是再沒有牌的話 Bernian Treatment 坦白說 都開展了十幾年 就是裡面的裝修 都沒有什麼 就是再重新裝修過 你都夠膽死 還收人 三千七 一萬 我覺得澳門 的酒店的供應有這麼多 完全是超級供應 如果有了 我們會 真的覺得很糟糕 大哥 澳門的酒店 就算便宜一半 如果 他現在如果不讓他搞賭牌 我個人來說 都有點害怕 他都不知道 他輸這麼多錢 他給什麼你吃 給什麼你喝 那些水 恆大礦泉水 恆大兵 清盤的時候 清盤回來 應該可能有些 刀手指的倒數 還有 那這一節超時的了 那就是 今天星期繼續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如果 可以的話 讚好 可以分享 如果你覺得我們說得好 麻煩都可以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可以課金 多謝大家支持 那下個星期再見大家 OK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Take care